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华人工商法律博谈节目 随着新冠疫苗的普及 复工人数的增加 劳工法官司增多 加州的雇主应该如何应对今年上路的新劳工法 如何避免触犯法律呢 今天前检察官现任Arcadia市议员 南加州知名审判出庭联邦律师郑博人先生 将为大家分析这个问题 郑律师 你好 你好 郑律师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式复工了 您觉得广大的雇主特别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所以在华人里面的话 我们律师楼在洛杉矶的话 算是可能最大的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做的案子的话 比较多的是商业地产很多人知道 那劳工我们也做的很多 老实讲我以前检察官完了以后 最开始的时候 是做劳工的案子 代表雇员 那很多人知道说我们代表很多的大雇主 这个我理解 可是我们保留一个雇员的部门 在我们的律师楼 是几个原因 好 第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今天代表雇主 没有办法有雇员的案子 那很多次的话 如果是只有偏雇主的话 很多次没有办法为雇主打得好 那第二我们雇员的案子当然还是很多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劳工法的案子呢 因为在复工的过程会有两种的案子 很多 第一个就是家庭法的案子 也本来大家不想离婚 可是最后过了疫情 大家就变很不舒服 可能有很大的纠纷 然后最后的话就觉得 最好的话 复工以外我们可能要离婚 那第二种案子呢 就是劳工法 那劳工法的话的案子 真正的 如果比较大致一点 有分成两大种 第一种就是工伤 工伤的案子的话是 我跟客户讲就是身体的外面 如果今天你有受伤 可能你工作的时候 骨折了 还是受伤了 这是外面 可是第二种案子呢 是心理上 里面的案子 那里面的案子的话 就有像性骚扰啊 歧视 非法解雇 工资 这是我一般给客户讲的 那有很多的客户呢 我觉得他们在复工以前 他们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不好 就是他们停止 他们的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呢 在加州是一个法律规定 你的员工有分成两大种 第一种呢 就是W2 W2就是正式的员工 另外一种呢 就是临时工 临时工呢 就是随时把它叫过来 可是加州跟别的州不一样 加州是偏说 如果你有一个工人 然后这个工人呢 有一点魔力两可 我们没有办法 做一个定义说 他是一个真正的临时工 他就是一个正式员工 那正式员工的话 最基本 你要给他工伤保险 如果你没有给他工伤保险的话 如果他有受伤 那你最后你自己就要理赔了 这个理赔呢 不是很少钱 一般的理赔都是5万到10万块美金 所以这个工伤保险 你要赶快 特别在复工的过程 你要赶快恢复你的保险 第二 你要去考虑说 你的员工 不好意思 你的工人 他们确实是不是临时工 因为在加州的话 临时工不需要有工伤保险 可你要知道说 我们加州的工伤的系统 如果你问我是一个破坏的系统 意思就是 太容易可以告雇主 为了一个工伤 那如果今天的话 如果你没有买老公保险 那最后律师 像我们律师楼 我们代表 当然有代表保险公司 也有代表私人 是一个很贵的过程 因为工伤的系统 是一个破坏的系统 花的律师费用太多了 太贵了 那如果你今天 你有保险公司的话 保险公司 他们就会站进来 然后为你辩护 然后如果 最后的话 有这个责任 那最后工伤保险付这个钱 那如果你今天 你有保险的话 保险公司有一个条件 然后这个很多的 雇主他们不知道 就是如果你不配合 你的保险公司 打这个官司 保险公司可以最后 拒绝你的案子 然后让你自己打官司 这个我经常看到 在车祸里面 也有看到在工伤案子里面 就是今天的话 你觉得因为你有保险 保险公司要跟你联络的时候 你就不配合他们 因为最后理赔 也不是你在理赔 可是加州的法律 允许一个保险公司 虽然你有保险 把这个 把你的保费 把你的保单取消掉 如果你不配合保险公司 再打一个官司 这个很重要 那很多人呢 他们很多次的话 他们会觉得 如果我有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 有的时候会发一封信给我 这个信是英文 不是中文 他会讲说 虽然我们代表你 可是今天 我们代表你的话 有一部分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代表 如果最后有这个责任的话 然后这个责任 是在你的保费以外 你就要私人付 如果是有这种的情况发生 加州的法律 允许你 找你自己的律师 然后让保险公司付这个钱 因为保险公司 现在跟他的客户有纠纷了 所以我讲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 你有一个工伤的案子 然后你的保险公司 写一封信说 你的工伤的案子里面 不但是有工伤 可是也有性骚扰 性骚扰的话 也可以在工伤的系统 打这个官司 如果今天 这个法官 最后的决定说 您有性骚扰别人 那我们就不愿意保你 那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要自己付 客户有权利 可以找自己的律师 因为自己的律师的话 最后如果有和解 当然会把这个和解的原因 放在保费里面 然后不会把它放在性骚扰里面 保险公司 如果保险公司的律师 代表你 他没有这个责任 要为你做这个服务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那关于这个工伤里面 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在工伤里面 怕我讲太细 那在这个工伤里面的话 你要赶快做一个决定 说你的员工 是不是正式员工 还是是不是一个临时工 那工伤以外的话 我刚讲了 这个是心理的外面 虽然工伤的管辖群 也可以为了心理里面打官司 那心理里面的官司的话 有几种 我觉得一般的华人会被告 一个是歧视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有歧视呢 华人不能歧视别的华人 是错的 如果你今天 你歧视员工的话 因为我讲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国内来了 中国大陆来的 你歧视台湾人 还是香港人 还是反过来的话 台湾人跟香港人 因为比较老移民 对心理里面 一般是中国大陆来的不好 还是不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歧视 我们以前有打过一个官司 这个官司的话是 我们跟一个台湾公司 这台湾公司很大 那打了这个官司的过程 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是从中国大陆来 你不能有吃饭休息时间 那如果你是从台湾来 还是你是非华人 你都可以有吃饭休息时间 这个是一个歧视 这是不对的 那这个是不合法 然后如果你打这个官司 你是一个雇主的话 你会输 所以你不要有歧视 第二个呢 关于歧视的话 最大的我看华人 可能是宗教 这个很重要 宗教以外的话 性别 性别我也经常看到 就是可能 华人针对 这个男人会比较好 你训的话 就会比较不好 我记得说 我们有一个官司 这官司是什么呢 就是个台湾公司 在台湾的话 可能是60岁 就要规定退休了 他们就发一封信 给一个女生 在他美国的公司 讲说恭喜你 你现在你已经是60岁了 那这个60岁的话 你就必须一定要退休 那这个女生讲说 我也没有想退休啊 我今天做得很好啊 可是这个公司的话 就是自动辞退这个女生 那在加州的话 这是个不合法的行为 这个要知道说 我们很多的华人 从国外来的时候 我们是用华人的观点 跟华人的法律 做我们美国的 劳动的行为跟决定 你要知道说 不管你是在哪一州 你要照着那个州做事 今天虽然你是从国外来的 当然你知道你不能谋杀 每一个人知道 可是可能在你自己的国家的话 其实是一个不一样的定义 美国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要知道说 要照着美国做事 还有一个我经常看到 就是怀孕 怀孕的关系我看到很多 就是今天 如果你是华人公司 你有怀孕的话 一般会规定你辞退 还是叫你说 要生完小孩子以后再回来 还是考虑可以让你回来 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这个我看到很多的华人公司 有犯错这个错误 我还有看到呢 就是非法解雇 非法解雇呢 非法解雇在加州跟别的州不一样 非法解雇呢 第一种很多人他们理解 就是如果今天 你是辞退一个人 因为他的性别 他的宗教 这个的话都不合法 可是今天如果一个员工 他投诉 为了一个不对的原因 不对的原因 然后你辞退他 这个也不合法 所以讲一个例子 今天的话 如果员工跟你讲说 我们在跨年 新年圣诞节 感恩节的时候 你要给我们超时 因为这个都是假日 这个都是国庆日 这样子 这个如果在中国的话 这是很合理 那美国的话 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那凭这个不对的逻辑 你解雇一个员工 你炒掉一个员工 这个也是一个非法解雇 所以在加州的话 你可以有一个员工 他的原因 做一件事情是不合法 就是他觉得是不合法 可是老实讲 不是雇主不合法 是雇员不合法 他逻辑是错的 然后你辞退他 因为他的逻辑是错的 如果雇员 他是很合理这样子想 虽然他是错的 然后你辞退他 因为他的不对的想法 这个也是非法解雇 这个也是非法解雇 很多人他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也要小心 当然 那不好意思 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 我觉得很多的雇主 没有做对 那就是公司 加州有一个法律的规定 跟别的都不一样 是老公法律条文558.1 558.1是讲说 如果你今天 你欠员工工资 不但股东 不但法人 可是你的经理 你的经理都有连带责任 所以为什么这很重要呢 因为今天 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司 公司的经理的话 他们又不是老板 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员工 所以他会觉得说 今天的话 如果有超时的原因 吃饭休息的原因 那我就张一眼闭一眼 因为我不是老板 然后我就会离开这个公司 你要知道说 这个雇员可以最后 可以直接告你 这个是一个无法理解的 这个想法 今天你是一个一般的员工 虽然你是一个经理 可是最后的话 你可以被告吗 老公法律条文558.1 可以让你被告 所以我讲到了 很多不同的法律 我知道说 很多的华人在加州 他们会很怕做生意 这个我也理解 可是要知道 因为我们加州 是最富有的州 也知道说 我们加州的话 是站在雇员这边 所以我是鼓励 每一个雇主的话 包括经理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要合法化 你要好好的 听我刚刚讲的 然后要做到 谢谢郑律师的提醒 还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您 现在越来越多的雇员 已经回到公司上班了 那在有关新冠疫情这方面 您觉得有什么雇主 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比如说假设有员工 感染过新冠病毒 或者说他已经感染了 是不是可以要求员工回家呢 或者说解雇呢 这个我觉得会有很多官司出来 在美国的话 我们美国是一个 法律加案例的国家 这个跟国外不一样 国外是只有照到法律做事 所以法律会写得很仔细 美国我发觉 因为我们的法律 跟我们的案例是平等的 意思就是我们是用法官 去过立一个法律 会变成说我们很多的法律 不会包含很多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法律里面 我们会写说 公司的话在疫情要卫生 要卫生 然后这是唯一的法律 可是他不会写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雇员 他有疫情 然后今天他不愿意回家 你就可以解雇他 他不会这样子写 就需要法庭去过立这个法律 说卫生的定义 包含疫情 包含这种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 我们美国当然可以有进步的地方 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法律加上案例的国家 我们要知道说很多的法律 会需要有官司 过立好 我们才真正知道说后果是什么 可是如果你是在问我说 今天如果我是代表雇主 我的意见是什么 今天如果有疫情 你要照着加州的法律做事 就是你要叫员工赶快回家 如果员工不愿意回家的话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可以解雇 这个雇员 虽然可能会有官司 可是我觉得这是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减少你的风险 你的风险就是 如果你有十个员工在公司 一个有疫情 九个员工会告你 还是一个员工会告你 我觉得你能让一个员工告你 比九个员工告你还好 因为这个九个员工 都有权利可以讲说 我们雇主没有保护我们 我们因为这样子的话 没有办法工作 这个也是算是一个非法解雇 就虽然雇主没有解雇我们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留在这个公司里面 我们一定要打这个官司 好 非常感谢郑博人律师 今天为我们分析 劳工法的法律法规 希望雇主可以随时留意 相关的法律 如果大家有 劳工法的相关问题 欢迎大家联系 郑博人律师 拨打电话 626-570-8888咨询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法律博谈再见 谢谢